年多就是黑暗面很多是不是 是不是也是被那个男友家暴吗 贵子时候喝多了大意啊 因为我曾经有过为了一个喜欢就是暗恋的直男 去抢他女朋友的习惯的举动 就小时候比较娘吧 然后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娘呢 你会不会说话 你是不是就是很过早的在社交网络上面大发落照啊 因为也是长这样子人 西夏娃娃越大我跟你讲 但就没有错了 所以太惨了吧 所以现在是紧的吗 我们Rig早本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啊 出汗 你基本就出汗了 你现在有包买重的 把前面这一张全部剪掉 对啊 对啊 我是想说今天我可能会说话的频率没有你们那么快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呢会有一些就是记忆力啊 听力啊这些方面会有一点点 那你听力会不好吗 会 因为晚上隐隐约听说过你听力不好这事情的 谁说的 会自己有到坊间传闻 所以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啊 是被男友家暴吗 是被男友家暴吗 贵子是不是说多了答应啊 对 就会自冲一遍 不可能吧 我不相信 我觉得贵子是爱气狂魔 我觉得没有啊 因为贵子就是一直在微博上面就看到他假笑 我觉得越是这样子的人 他又在假笑吗 有啊 说他的什么笑容很慈祥之类的 越是长这样子的人私下我就越大我跟你讲 真的有在打你吧 嗯 对 在injoy这个吧 没有 没有 都出汗了 哈哈哈 你今天就出汗了 我跟你说今天今天他刚刚我们在做东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他说丹尼尔就说今天Chris好紧张哦 很担心 Chris很紧张 对他很担心 嗯 摄影什么都讲 所以你们在一起三年多就是黑暗面很多是不是 没有 没有什么黑暗面 没有什么黑暗面 嗯 就是大家在我那个网络上面看到你们的那种 一片恨爱的现象 就是也是真的 也是真的 哈哈哈 我偶尔会在夜间会到Chris 他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哈哈哈 你不要乱讲哦 人家根本跟你说过几句话 表演失败 哈哈哈 他一直在拆拆我啊 跟你说今天真的是boytalking来了 史上最大的来宾了吧 我觉得 你这样子的话 对啊 前面的来宾会不会也不是很尊重啊 哦也是 我跟你讲 你这样子我们也会要不要别的嘉宾 也是啊 我像我本人对Ling还有小宝都会非常的尊重 为什么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而且你现在也把那个Shen 你在杠头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话 好啦 那反正就是说 你就自己圆过去啦 哈哈哈 这倒是没听见 反正前面这张全部剪掉 因为我可以讲一姐就真的很大牌 他上次就是来Therapy测光 他猜了like three hour 然后之后就是回家以后就跟我们说 你还是来我家录吧 哈哈哈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他家 我想待会儿录完以后我们也会做一些别的事情 哈 烧饭吗 喝奶茶 哈哈哈 哈哈哈 当时我也说我们两个的今天的形象很适合啊 真的 我们两个很像保洁公耶 啊 不会啊 我觉得这衣服质感很好耶 哦对啊 我们今天都是穿着 对你会不会说话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觉得他今天这个视频都拉不了主题了 你刚才一直就是他今天我从我们家出门的时候就说 Daniel你就跟那个那个叫什么修水电弓的很像 对就是很热衷感时髦的水电弓 平时应该有在看一些越南抖音 哈哈哈 越南抖音 越南抖音 因为你这发色感觉是在东南亚一带会很好的 很流行的好吗 都加Cat的颜色 哦不对 我爱我时期的小亚轩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视频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转发 评论收藏 谢谢 然后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哦 如果可以投币的话那就更好啦 那接下来的内容也会非常的精彩 当然那个一姐会就是罗上神路节目 我们看下去 对一定要看下去哦 好啦那我们就一开始上来聊一些稍微正经一点的吧 那Channel的话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朋友啦 他们也大概不知道一姐是谁 你如何来定义小这件事情 就是96年以后 你知道我是96年的吗 对啊 你贵根啊 可以说吗 当然可以说38 1822年 你知道我们发微博的时候 然后人家就说一姐是这么保持就是那么年轻 那吃小孩啊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的哦 等一下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们就是聊天的时候 你说你学的是设计的服装设计类的工作 所以你毕业以后有从事相关的工作吗 有啊 但是我刚开始来上海的时候呢是在Wagas 你知道吗 嗯 那个时候第一家Wagas我在那里做服务员 哦 对然后做了两个月以后才开始上课 哦 第一家Wagas在哪里啊 在那个叫什么香港广场 哦 哦那家真的很久远哎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地下室 那个时候 都已经关掉了 那个时候旁边是优衣库 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优衣库 连优衣库都没有哦 那是第一家 那是第一家Wagas 然后很里面的那一家 嗯 因为我在那 因为我 你是96年 不是96年 我幼儿园的时候经常去那里的优衣库购物 我还有 还有 还有 还有在 在 在 真的吗 对 那个叫什么的 Volgain Cavins Volgain Cavins 你说是打工还是认真工作 喝酒吧 打工 所以你现在是不太喝酒了是不是 对 因为 因为他们一直跟我说要把你叫出来很难什么的 对 就 我 每次喝都会喝到 就 半天都醉了 然后我没有醉 然后就没意思 你就觉得有点寂寞是不是 嗯 那你的开心是要怎样 玩 喝酒游戏啊 摆着啊 猜拳 哦他晒王我跟你说 真的吗 赢不了他 对 你不要看我风险会这么重哦 我完全不会任何骰子有 对 因为他数字就非常差 记不得 他可能刚看完骰中 我一和零还是知道的 我们的我们的节目真的是 以后就是慢慢要高级一点的方向走 10很高级啊 差10很高级 嗯 小小圈也很棒啊 所以你毕业以后就先做了什么工作啊 毕业以后呢 我先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 哦 做了自己的品牌 哦 那个时候 自己设计嘛 对自己设计 设计一季的东西 然后呢 再组合一些别的设计师的东西 就像买手电 有自己的品牌 然后也会有一些别人的品牌 哦 所以其实你大学一毕业 就开始往服装就跟上你走了 对 学的是这个嘛 然后就做了这个方面的东西 但发现自己其实没什么兴趣 顺其自然的就 嗯 因为就小时候比较娘嘛 然后 然后家人就觉得是适合去做这些方面的事情 嗯 对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娘呢 一只都娘 没有耶 我第一次见到一只的时候我就不觉得她娘 谁娘啊 五娘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厉害哦 你怎么现在百余这么快啊 你觉得不是兴趣的意思是说你觉得做衣服太枯臭了 还是说经营太累啊 就发现其实做衣服 其实是服装设计里面很小一步 哦 嗯 就很多都是要去公关啊 然后 嗯 去做一些销售这些事情 所以你有可能 你对做衣服这件事情 或者是就是卖衣服 这种事情是觉得有趣的 但是对商业或者是公关这一块 对 是觉得是有点累了 对 我很内向 然后就是 就是 比较复杂 对 跟跟跟跟别人交交往下来就觉得 嗯 我没有办法很 自然的那种 就是要混圈子要很social 这样子是有点吃力 我说以你的外型的话 应该是有很多女粉丝 或者女神喜欢你的吧 就是没有 真的没有吗 没有 你说大学的时候也没有 大学的时候 嗯 也不知道算不算 嗯 应该有吧 最终 高中有 嗯 那 他们对你告白 或者是表现出对你有意思 你会如何来做reaction 我就会跟他说我是同性恋啊 你这么早就很心 这么早就说 所以的话就 对 除了个别 因为我曾经有过为了一个喜欢就是暗恋的直男去抢他女朋友的 所以他直男哪里吸引你啦 就寸头啊 然后体育生之类的吧 那个年代寸头是时髦的吗 已经在流行那种了哦 就可能我们那种小地方的土寸头那种 你渐渐变成传说的那个年代我觉得就是 我应该没有开心 渐渐的就是变成了那种就是 比较man的 然后是那种寸头的肌肉型的 就是我们那个留言啊 就是第一个炸到我眼睛的就是说 他就是那个呃 带领同性恋健身的第一人 嗯 是你吗 不是怎么可能是我 但是我是比较早的一批可以说 你是不是就是很过早的在社交网络上面大发裸照啊 不然大家怎么会看到你 那我没有看过你裸照哎 讲真的都是穿那些衣服就仙人飘飘的那种感觉 那是那是死的我就是其他都是 被逼的 你说你说你说现在图上看到有一些照片 其实那个身材不是你是不是 就是换脸 对换脸 圣语跟我讲他说他已经快半年没有健身了 我刚以为他说跟你说他半年没有 所以太惨了吧 所以现在是紧的吗 我可以翻一下这样子 就距离我们给他这个inventation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like两个多月了吧 两三个月了 一个月吧 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多月 就知道我现在怎么不要爬上了 然后他就走在来录影了 所以你这一个月里面做了些什么 染个头发 两个头发不是前两人刚刚染吗 前以后 真的没有一个月 没有开玩笑了 不要当身啊 一个多星期吧 好星期 那也不值 不值了 自己一定不想想 没关系 所以这些时间不管是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你是不是又去杀小排吃了 反正是我 我觉得是没有 我没有看到有很大的区别 除了头发颜色变了以外 你这样子讲的话 他会不会很橘子 很橘子 然后万一他就是大整形 然后也没有太出来 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 就说明他位置是 没有人希望整 调整很好 对啊 就看不出来啊 就自己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硬扣 硬扣我们的嘉宾整形 人家也没有 我很想整 暂时 你要整哪里啊 如果你要整的话 就什么热买之爱 提示 这整个不算 这种就是 你筛松吗 你不松啊 他觉得他这边 但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 你觉得我有整形感吗 你讲实话 我是讲实话 你讲实话 没有吗 双眼皮也不整吗 没有 这双眼皮只是贴了双眼皮照 他还真的没有贴 没有贴 他以前是贴的 你才像越南人 你刚刚是想问我说打了什么 打了瘦脸针 有没有 你为什么觉得我打了瘦脸针 因为这里是线条不明显 对不对 很明显啊 就是这感觉这一条线很直啊 我跟你讲哦 因为我是瘦脸针狂魔 我大概十年前就打瘦脸针了 就是我大概小学的时候啊 讲完就这都嘴烦了 然后我发现打多以后 你这条下额线其实是没有会很明显 特别是拍照的时候 就这条线其实会慢慢的松掉 所以你知道他还整在哪里吗 没有 我有整什么东西 有吗 我没有整啊 他大量的纸发 真的吗 对 纸发是真的 但你真的看不出来 然后我又还染头发吗 就是我就想说 他一直给那个发型师确认 就是说我染这个头发就是 头发会不会掉 对 然后我没有我就下定了狠心说 如果这次染头发要脱发的话 那我就再去纸一下 你就是想在纸了吧 对 好 那个其实我一开始嘛 你不是说我没有做好backround嘛 那我其实有查过的啦 就是我其实 那个时候不是有排名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会讲到一姐的那个最最 比较outstanding的工作经验就是在Mansuno工作嘛 那一姐要不要跟我们分享 分享一下你的那个Mansuno的那个工作经历 一直说的都是那个 萧售那个 杂志上的广告的工作嘛 对 对 萧售萧售 怎么过去 嗯 真的是很轻松吧 应该说 所以Mansuno那些年 就是赶上了纸媒的好年代 对不对 广告很好吗 没有 那个是已经纸媒的就是 不大点光了 对 但是呢 导致你很轻松 对导致很轻松 哦 但是效益是好的 嗯 还行吧 嗯 所以你一直靠每次都签到年代 也没有 也没有吗 上次我们REIT早本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 嗯 就 你不是都跟客户喝酒 就先下年代 嗯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是不是为了要挑战自己啊 因为前面你说那个开了那个服装店嘛 嗯 然后就会发现开了服装店其实要做很多关于PR之类的事情 嗯 然后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好像不是很擅长 是 所以然后你觉得到Mansuno可以再锻炼自己什么事啊 对 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嗯 然后那刚好又和学的服装设计有一定的关系嘛 对 然后就想 本来当初是想说做了一段时间可以再跳去做服装编辑啊 或者什么的 慢慢做做就习惯了 就没有再继续的 可能太舒服了吧 在那个岗位 所以你那个离开了Mansuno之后就去创业了吗 对 又回去创业了 因为觉得太舒服了 在那边就五年多都几乎就是 嗯 就是被Mansuno养着的 嗯 然后呢就想说要不要做一些自己 以后会觉得 嗯 就至少自己打拼过的一个事情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嗯 海外旅游啊 那些东西 那个时候很 你知道少 是 APP也比较少 所以那时候做一些海外旅游的一些东西 嗯 嗯 咱们是一个人做吗 还是跟朋友一起做 嗯 自己一个人做 嗯 那很辛苦 嗯 有点不亮 这个是跟海外旅游有关的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直接是第一个转型做了一个海外代购 嗯 然后那就是利用游客的这个行李箱的多余空间去代购 听上去很有趣的项目 对我我用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代了 对 对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 嗯 找很多投资人 嗯 有人就说 嗯 风险太大 哦 对 因为很可能就会有政策 对啊 代购也好多都是 有点游客在那个 对法律的边缘 嗯 所以就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嗯 嗯 资金就比较 哦 但是是很难 很很难的可贵的经验 我觉得是 就像你说的 嗯 嗯对就是有留下一笔那个记忆这样子 我觉得挺好的呀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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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真的吗 对啊 想那么 那差不多做了一笔 哦 三年多 哦 APP真的很烧钱的 嗯 特别是早期的时候 嗯 嗯 所以在之后你就又开始做会服装了 就做淘宝了 嗯 你是先认识你男友还是先开始做淘宝的 我是先是做内裤 哦 然后再衣服 哦 然后呢内裤呢其实就是做了一批也会觉得很累 嗯 也不是说不断钱 但是真的太累 是 累在哪 累在就是 要帮磨入手 要帮模特 等一下 真的有在塞东西吗 必须啊 怎么可能不塞 真的吗 又不是欧美模特 那都得装 都得装 哦 那都得装什么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装 比如呢 嗯 袜子 袜子是不行的 就是要塞那种Cup 嗯 哦 对 就是那个形状 就是专门定制好的那种 对 还有一些就是直接装真空的那种 嗯 那个就是等于丢走然后中间挖孔 然后再套 套套上面 好酷哦 那他们跳到水里边会不会这个东西会浮在水面啊 嗯 所以他们是自塞还是要一些stuff帮他们塞啊 嗯 就我曾经帮过 就这样 帮他们塞吗 就是挑人塞 有些人是想说那我帮你 没有 他真的是自己要求 他说他说那个老板你来帮我塞一下 没有 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东西 然后我说帮你可以吗 他说可以 他是认真提问 他是真的真的装 还是只想吃你豆腐 就背你吃豆腐 应该不是 但是 据说 嗯 是 有啊 你也自己拍过 对自己拍过 所以你也塞了 对 必须塞 所以你们拍的时候不经常什么的 就 我们那时候拍视频什么的都是有一波的这个故事 嗯 没办法 所以你那个时候拍的话你也不叫人家经常 你现在我包蛮重的 所以当年还好 一直都有 哈哈哈哈 而且拍内部的时候就这样 哦怎么会测漫要测漫 你三个小时吧 那不会 因为 哈哈哈哈 我都会不一直来的 哈哈哈 有很多那个 就是 灯光室 什么 哦 所以他在讽刺我们就是没有灯光室 我们因为太穷了 经费有限 哈哈哈哈 我也累了 好有趣哦 所以那为什么要转型啊 就是就是因为说就是发现内裤的 因为内裤的就是 你知道一条内裤才 就可能折后折二千十百金 嗯 对 他内裤才有多段利润 嗯嗯嗯嗯 然后你就算卖出去几千条 你再顺顺这个实际上的利润有多小 嗯嗯嗯 所以你几万条也没有多段利润 哎你会不会介意比如说有些网 因为有些网友就是真的很介意 你会不会有介意有些网友就会说什么 哎呦一姐没有混得多好啊在淘宝上卖内裤 你应该听过类似的话吧 我觉得嗯我自己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么高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自己已经还可以 哦就是 所以不会介意有 你去看他们的留言 我我有啊 我跟你讲做自媒体真的不容易 然后其实 因为我跟你们讲 你们你们任何一条评论我都有看 所以在家里说我们不好的地方小心点 我跟你讲我是有记载笔上 我其实很想回复你们就骂回去 可是想说算了 到时候说不定要赚你们钱 哈哈哈 所以后来就是认识了贵 最后是发现可以做做 对 做你服装 然后 就刚好他也是想做了线上的电影 所以你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做线上是吗 对 你在线上比较是属于比较有经验的人 嗯 你们在一起 因为你有发微博嘛 说你们在一起三年多 你不知道是怎么认识的 所以克里斯就是第一页 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一个惨 他有约我吃饭约了大概一个多月 我都没有出去 所以他最后一个月以后是怎么状态变好了 还是说克里斯就是发一些裸照给你 据说他活很好 所以第一次他做完以后 就是想说要跟这些人马上在一起 你真的是 那你喝多了会怎么样啊 你有在酒吧里面跟人家发生过什么 天呐 玩这么大哦 所以你们是怎么收场啊 如果吵一架的话 他们有可能不到 先直接打一下 直接打 就先打一顿然后再做 对啊 你们现在频率高吗 对啊 你们现在频率高吗 你OK他找别的人吗 就马上三 特别说去旅游的话 就都可以接受 你们在国外有过一样经验吗 看到有菜吗 我觉得 也不是不可以吧 可以讲吗 我觉得我们要咔了吧 我跟你说 Chris肯定不会同意这个放的 肯定要删掉了 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视频啦 如果这一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记得要点赞评论收藏还有转发 那如果没有关注